請按鈕啟動 加掌聲 台灣中油公司在新竹市 完成首站的自營自建的 電動車充電設備 這也是繼台北福林加油站的 合作模式之後的 第五座汽車充電站 這一站其實它有非常 不一樣的特色就是自營自建 這個站其實涵蓋了 不同的規格都可以用 不管是美規的CCS1 不管是歐規就是特斯拉的CCS2 甚至是日本以上的規格 事實上這個站都可以涵蓋在裡頭 所以它稱得上是geno 再加上是一個next generation 因此我們才有這樣一個 gen plus的一個花巷 新竹光明複合充電站 位在光明加油站旁的停車場 以車牌辨識系統管理 同時設置一座雙槍200k瓦 三座雙槍100k瓦快速充電裝 還有四座單槍7k瓦的慢速充電裝 滿足美規以及歐規電動車充電需求 我想這樣一個複合性的功能 再加上我們將來一個減能減碳的 一個更大的功能就是 它是一個智慧綠米站 同仁告訴我會有太陽光電板 智產能源 我們也會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用在我們自己要充電所用的電 甚至包括可能會有小型的微型的智慧社區 都可以運用到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循環性的一個功能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中油在整個晉零 碳排整個重要工作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準備 光明復合充電站未來更將是 台灣中油第五座智慧綠能站 目前已完成171k瓦太陽能板 2k瓦風光電路燈 充電裝的建置 台灣中油目標計畫在五年內 全台建置28站80槍的汽車快速充電站 打造友善的電動車充電服務環境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